需求很简单 邮递区号一直到楼 要把它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前面几个邮递区号 台北市市围路 这个它不是一个段 这个必须是54项 擠弄 号的话呢 不用判 这个一定会有的 楼如果有那就擠楼 可是问题呢 你不可能说把这些全部复制贴过来 你还要判断说 如果后面这几个栏位里面 它如果里面没有 那就没有断 那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方法当然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当然不外乎就是你用里面的公式 做逻辑判断 那再来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方法 最好是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全部完成的 我可能要写VBA 这不然的话呢 你可不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也就是要地址函数 目前是没有了 假设有个地址函数 那你只需要选一个范围给它 它就自动帮你把地址全部都做完了 哎 不过没有怎么办 你要变出来 这个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所以至少会有三种方式解决这一题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呢 那假如说呢 延续的需求是这样 那做完地址之后 也许你可以用合并列印 把那个地址合并 但是问题来了 假如说你要找 找什么 找那个地址里面呢 住在哪里呢 住在比如说中校东路的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 把最后的查询结果 快速的帮我 自动的放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如果我找中校东路 我就把这个关键字 放在这里 并且把这里面 住在中校东路的那些会员 自己帮我产生的工作表 把那些资料放过去 那这样我就方便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将来比如要去 来拜访那些客户 或者说我要寄资料给那些客户的话 那我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我就不用 那如果你不会 那你变成你要很麻烦 那有没有办法快速的 产生一个 所谓的简易版的查询系统 这个查询系统就是 跳出一个框框 也许是一个input bus 然后呢 请输入关键字好了 然后输入上去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自动的把资料放过去 怎么做 OK 我想等一下会 大概会这些重点 各位想想看 如果可以你把它试试看 做出来 如果不行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做说明 来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我们那个函数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那基本上就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 先游离区号嘛 再串接and 再串接程式 再and 再串接我们的街道 再and 可是呢 断向弄 号不用 柔要判断 有没有 因为号一定会有 但是断向弄 可能没有 可能有 那就有几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插入一个逻辑 一幅 一幅什么呢 假如里面呢 它等于空的话 那它就是没有 其实也用isblank 不过我觉得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如果它等于空的 那就不要做什么事 反之的话呢 就是几段 那几段的话 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再串接一个and 什么呢 再and一个段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打一个断字 OK 好 按确定 那当然后面都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断 所以它不会有断 这边有断 有没有 自动会加断 那后面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贴改成像 贴改成known 号不用 就是几号 所以几号 你就是这个储存格 加上and号 再判断 所以全部做完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从这边复制好了 因为基本上做法 应该都一模一样 跟刚刚写的一样 那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这边贴 做完就类似像这样 然后号的话不用判断 所以是h2 and号 OK 然后呢 楼的话要判断 所以我这边都是用空字串判断 这样会比较简单 而且好记 打起来就比较快一点 打勾 完成 点两下 没有问题 OK 第一个 用公式部分 但是你会发现 很麻烦 如果你每天做这件事的话 那我建议 你可以用后面VBA的方法 那VBA有两种 一个是地址核壁 这个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清除 或者是 游标放这里 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有两种 一个是地址函数 一个地址函数范围 那有什么差别呢 地址函数 必须要给几个讯息 这边通通要给 可是你会发现 总共你要选 这么多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次 所以后来同学就会想说 老师这样不行 这样子的话 每次要选八次 也是没有快到哪里去 所以改写成 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按确定 只需要一个范围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有没有 自动帮你串接在一起 完成 这个感觉应该比较好 应该懂那个逻辑 而且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好几个范围都类似的 只要把这个范围给 给哪一个呢 给上面这个方向 它接到之后呢 丢给这个A A等于地址 就是给一个范围 那那个特别注意 这个除尊格的话 就是A刮5 D列 D栏 所以1 1 对 那这个的话 就是A 刮5 1 2 一直到A 一列 这边最后 前面是列 豆点 8 也就是说 这个A指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范围 它的概念跟Sales很像 只不过呢 它是针对这个范围里面的列跟蓝 跟这个列跟外面这个蓝 是没有关系的 OK 好 那怎么做呢 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呢 请各位就是先把那个刚刚的那个公式部分先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也许就是我们的地址 那也许你如果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先从地址清除吧 清除这个应该是追 追栏 把追栏清除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这一栏清除掉 那你也可以改写成用range方式去把它清除吧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的话 这边可能就是要怎么样 用一个串接的方式 还记得吧 s 那s 等于什么东西呢 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不需要逻辑判断的话 你就直接 我们直接看 这边好了 这样子 OK for i 我把它先说放到旁边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范围先制定出来 这个前面应该都做过很多了 next s 等于什么呢 b c d 这几栏都不用判断 一定串接 所以呢 s就是要串接的这个变数 等于b栏 m的c栏 m的d栏 把这三栏先串起来 所以 第一个一定是106 台北市市维路 那断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 if e栏 e栏值是什么呢 值的是断 假如不等于空的 特别是说 我是用不等于去做判断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等于空的 那就 就等于是 就跳过去了 但是如果它里面有断这个字的话 那我就把 s 因为它串的嘛 前面东西 and e栏里面东西 再帮我加一个断 那一样的动作 其实一个 复制贴上 把它改成像 改f栏 其实都一样 non 号 号不用 有没有 直接串 几号 楼 判断一下 有没有楼 有 就串一下 特别是要 s end 这个我想前面做了蛮多次 最后再把这个s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我们的追栏 我们的追栏 这个是追栏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全部做完之后 就丢到追栏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知道没有 所以最后呢 做完之后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做出一个 按下去的动作 然后一样做一个清除 这两段程式 码在云端上都有 然后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我刚刚主要是做两个部分 一个是 这个 跟 VBA的第一个 按钮 SAP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